我们都知道咱中国末代皇帝叫爱新杰罗普仪,可是你知道吗?越南也有个末代皇帝叫阮福田,吉宝大帝,原名阮福永锐,1913年出生,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第十三任,也是末代君主,称号先后位大南皇帝,1926年到1945年,越南皇帝1945年,以及越南国南越国家元首1949年到1955年。 1922年5月15日,9岁的阮福永锐王子,被封为东宫太子随后他被送往法国,在巴黎康多赛中学和巴黎政治学院接受教育,1926年1月8日12岁的阮福田在顺化紫禁城登基,成为安南国王,年号宝大。 随后,他又回到法国继续完成学业,任命一名天主教徒阮友,拜执掌顺化的朝廷。 当事实也,安南政府受到法国殖民政权的支配,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,因而宝大长期被作为法国殖民政权傀儡的象征。 1932年9月6日,19岁的宝大返回越南,9月10日,宝大开始新政,年轻的国王怀有改革的远大暴富,希望越南能够像日本一样实现独立富强。 图为其学成归国时的照片,则耐心有余而力不足,由于没实权,离开了法国殖民部的支持,越南的改革日趋停滞,终止失败。 1955年10月26日,吴廷燕组织了公民投票,结果有98%的人,支持费除宝大的王位,于是成立越南共和国,费除宝大的王位。 宝大流亡海外,选择在法国巴黎度过余生,并于1997年去世。